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揮你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我揮你的股票 好我們先講今天 然後再講母親節 好今天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他叫保齡戶錦1760 開盤跟收盤都是同樣一個價錢 叫跌停收起來 有3528張要賣賣不掉 同樣是防疫概念股 這個叫混水摸魚 這個叫混水摸魚 所以為什麼很多投資人會撇錢 我說當股票漲的時候很多人都沒有風險意識 那你為什麼沒有風險意識 你老書 都胡扯 看到股票漲他就拼命講 你看有哪一個老師叫他會去買保齡戶錦的 你告訴我 情何以堪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看內容 好 這裡寫得很清楚 很清楚 好 保齡戶錦因新冠快篩試劑未候準 好再來還有另外一檔 6589的台康生計 衛福部仍然回函是不以核准 就這兩檔股票 好 各位 這叫保齡戶錦 另外一檔 台康生計也是開盤直接 撲一下子而已 你反應不及 他就跌挺鎖起來 好 各位 他叫台康生計 從21漲到61 好 另外保齡戶錦 從49.8漲到164 漲了三倍 我聽說我不會叫股票去 這個我就收股票 人家收股票我就不愛 我為什麼不要 你老書叫你去買這個 蝦老師很笨 講一個免疫細胞療法 還沒去啊 好 我們老書多厲害 保齡戶錦 三倍 那你現在呢 現在阿婆找過 做股票 一檔一檔一檔 一檔人一檔名 我說我真的很笨嗎 我講免疫細胞療法 我真的很笨嗎 我常常在講我真的很笨嗎 我好歹嗎 我說你拿一千萬進來台灣的股票市場 那個就是風險嘛 你買百年戶金 你也沒走的 來 今天130 130你以為這樣就結束嗎 他是因為 他說他要去拿快篩 就漲上來了 結果是沒有的 為何不不核准的 你去找這家公司 找這家公司陶雞藥啊 找你的頭顧老師藥啊 我講了免疫細胞療法 藥症我每天都提醒你藥症來 我們來看 這叫藥症嘛 我以為不核准的嘛 5月6號 這是去年5月3號到 已經到5月6號了 從 和 長春城的第一張藥症 一直到 好 最近的 第30張藥症 長庚 5月6號 只足一年的時間 那叫藥症嘛 不是看到藥症就開錢 我說我真的很笨嗎 那頭顧老師真的很聰明 黃街頭顧老師真的很聰明 每天都喊漲停 喔 起就不久 起就不久 那真的會收到錢 我說 高票在台上 股票喊越多的 天天都有漲停 天天都大漲 天天賺錢 那些老師財產都好幾億 那幾億是誰的 是你們的 我問你們有賺嗎 那老師幾個月 財產都幾個月 你們有賺錢嗎 那實際上是雄工 再加一檔股票 而且我講的股票 我一定是會 你帶進去 就是買 賣我們也講 那也沒辦法 就是 一款人一款命 好 我們先講防疫 先講免疫細胞 我們再講你 母親姐的事 好 來 今天看 長腎 你看這個藥症的 今天的長腎 也沒漲 還是守在平盤之上 守在季腺 也就守在季腺之上 來看今天 長腎 你看有藥症的 當沒有藥症的 當混水摸魚的 跌下來 它們自然自然 就會上漲 好 再看第二檔 這是新貴股 這檔叫尖端一 看到 尖端一 尖端一 今天長得比較多 長得7.18個person 好 回頭看這裡 尖端一已經 看到 一看就知道 拉近 是不是 它不但突破頸線 而且是往上拉了 好 把它拉近一點點 看大一點點 是不是 你看 整理這麼久了 你看它今天上來了 好 再往上看 啊 長腎呢 長腎拿到12張藥症 尖端一拿到1張藥症 好 另外上櫃的 三檔 一檔是訓聯 這是我會你的股票 那今天訓聯尾盤有賣壓 來我們看一下 1784的訓聯 尾盤有賣壓 看到 那有人要賣就讓他賣啊 對不對 有人要賣就讓他賣啊 今天 這你莫格斯坦里進來買股票啊 你沒有的 莫格斯坦里大摩收啦 大摩 5月13號不是 MSCI要調高 調整潛重嗎 哎 大摩今天怎麼會進來買信聯 那你們要賣要賣啊 你們去賣啊 那是我會你的股票啊 好 我們再看 那今天基亞就不要搶 今天基亞是漲的 我們看電腦 基亞是漲的 好 那三顧因為在整理 好 三顧在整理 三顧在整理 那因為我們 現在 股票有信聯流 還有一檔新貴的0.5檔的 然後呢 然後明天開始 明天開始我們要開始 有多少收多少 要收股票啦 收什麼股票 這次的母親節 我看很多人 都有機會嘛 因為已經開放了 哇 二十幾天沒有確診了 沒有本土病例了 所以大家就開放 有點開放 聯絡感情 跟親戚朋友 都會跑來跑去啊對不對 那剛好 我有一個同學 每次我們吃完他都來 那這次沒有來 我說大電話去 欸 吃飯你怎麼沒來 他說我在加班啊 不可以啊 我說不是在加班 他說沒辦法 現在呼吸器的招肚都沒了 而且是加班啊 我說你們公司 因為我感到你公司 兩公 兩公啊 對不對 以前我從來沒有買過 你們公司的股票啊 因為我感到你公司 兩公 兩公 也 就是不太 不太熱衷 應該 應該講說有些公司 像易金光 我講公司做得很股票 那股票很活潑 我說你公司 不可以去 就說我們在加班就沒辦法了 他們呼吸器 加班 好啦我們看剛好 來這是什麼時候 母親節嘛 母親節前 只花了17天 公園面 敢公 製造了第一台的醫療級呼吸器 我為什麼講呼吸器 我說那個 黃衣甘育是有賣動的 今天黃衣甘育的疊 像保齡 富吉那個疊 像台庚生技那種疊 為什麼 渾水摸魚的啊 你們要去渾水摸魚 你的財產都被渾水摸魚摸走了 好 再看 我們先看 這個像榮噴布的來 榮噴布的閩城 我也給各位看嘛 1月20它是這裡多少 14塊9 漲到299 高低 漲20倍 我說股票市長 有的東西就會漲嘛 你那閩城是真的有揍的啊 你那個要拿數據你都還沒拿 那就開始吹你 那衛合部台庚生技沒有啊 那個 保齡富賊沒有啊 沒有人就拿給你看 開板 而且開板就鎖起來 所以有時候我為什麼會直接講說 你一千萬進來做股票 你的風險就一千萬 沒有人理我啦 所以你不會想一想說 當憲老師的會員多幸福啊 我都給你的財產護 對不對 我常常在講江太公釣魚嘛 你有得的你就來啊 你妖魔鬼怪牛鬼蛇神 你就跟別的老師去啦 那是你的命嘛 好 再看 打造 呼吸器 好 這是 最新的嘛 好 那台灣能幫什麼 我們開始再看呼吸器 來看這裡 好 目前 也就這個叫萬台 目前歐盟缺128萬台 美國缺76萬台 印度缺19.5萬台 英國缺2萬台 日本缺1萬台 總共 總共 缺了2200多萬台 好 往下看 2019年 它的產值是117億美金 一直到2024年 就它成長176億美元 我有分析給你聽嘛 融噴部噴 恒大噴 那個都食指的 那是油的 有東西有業績的嘛 然後熱硬也噴 對不對 像這種 保齡戶菌 這種 雞飽的 噴假的嘛 砰就下來了 好 再來 好 口罩 熱感應就是所謂的 耳溫槍 或耳溫槍 對不對 再來就是 試劑嘛 試劑就是假的啦 在疫苗嘛 那疫苗現在都還沒拿到 也是 是真的是假的 到時候就知道嘛 可是假的馬上就跑出來了 好 再來 再來就是真正的 呼吸器嘛 我不斷時間我常常在講呼吸器 來 看到呼吸器 而且呼吸器未來 它 它還有家用型 還有醫療型的 來我們看這裡 有家用型跟醫療型的 也就是所謂的 機家照護跟醫療專業的 一種是 非侵入性的 輕重度的 呼吸疾病的 一種是 重症的 也就是插管的 所以這個市場有多大 那個叫什麼 那個就是看得到的 看得到有的 所以我打電話給我同學 我就說 那這樣不一樣 我說我都加班耶 我都不拍照 不去吃飯 不好意思 都都加班啊 母親節還加班耶 好 那加班 我當呼吸師 我一定要去呼吸 我一定要去了解嘛 對不對 那 那這樣不會在這裡 我不要拿出來 因為為什麼我會拿還沒買 那我會把它的內容 講給各位聽 因為我還會拿還沒買 我說我不能拿出來 拿出來你們就看到了 那我會很久 會買的比你貴 所以我會 我明天開始要買 好 好 我解釋給你聽 他的營收 事業分的營收 公布了嘛 好 事業分的營收 創了 超過五年的新高 因為資料我查一查 查不到啊 好 我又比較好了 比較好了 現在股票五十塊 我抓到大約啦 大約五十塊 那營收創新高 比一百塊錢的營收還要多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第二個 休息一下好了 我第一個再來講 第二個 休息一下以後再來講 也就是這檔股票是 呼吸器 我再強調 我就打給我同學說 欸來吃飯 說不行啊 我就在加班在加班 現在晚上也加班 而且假日也加班 欸他們公司 十幾年來了 第一次讓我感覺 不然就兩公兩公啊 其實 他公司從來沒有賠過錢 而且公司是很大方 譬如說 我用譬如 不然你們會找到 譬如說他 假設他賺三塊錢 EBS 他就賠你三塊一耶 現金 每年都是賠現金 每年賺多少 幾乎都賠多少 你說這個公司 這就是 我們說 我們這個 台灣人 最善良的一面 我說賺多少 我就賠多少 我說 公司 好公司 你賺的錢 全部可以配給股東嗎 錢現金拿著就對了 公司上 上過以來 全部都 每年都賺錢 然後每年都配錢 而且都配 有的時候都配比賺的還多 因為他有公司嘛 我就說 那為什麼要配公司 都配多一點 因為我們不會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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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就配給股東啊 第一個 後面還很精彩的 我等一下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飛凡 飛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飛凡 掌握未來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財經第一台 搭江華國 霹凡 霹凡 規定 鎖定 霹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以下所要论述的免疫细胞疗法 还有包括所谓的呼吸器 这人股票是股闻独气 所以我们不推荐 我在想反正等到大概六十几块 童谷老师就会进来 所以现在才五十几 所以我们就低调一点 为什么 股票要涨 我一直强调股票要涨 不能像保龄护金一样 不能像台康圣经一样 那个打嘴炮的 所以要去拿单 然后呢 为何不说没有啊 不合准啊 所以我说你们做股票 我这样想好不好 各位 你们都几千万身价的人 你会做股票你都好几千万的人嘛 的身价嘛 你会有好几千万身价 你在这社会上地位 应该讲说是 我们叫社会上是属于领袖级的 不管哪个行业你都是领袖级的 我们讲的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你都是这样记得嘛 对不对 你摆穿也好啊 开餐厅也好 你都是老大啊 你看你都赚那么多钱啊 怎么你会去参加一个那个投顾老师那个 不论说的 用好人的 每天都赚的 每天都赚的 风哥还实际差不多 我问你啊 跌停了呢 那怎么实际差不多 你给我听啊 你讲给我听啊 你看我的股票 我讲过的股票 有哪一档收 会跌停 开盘跌停收起来的 有没有 你有没有 没有啊 黄宜概念股 它就是要有营收 就是要有EPS 我强调股票就是EPS营收而已嘛 我们代付是要坐稳的 稳稳要谈 比较好人家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的股票要标 我也不反对啊 反正股票有一天一定会标嘛 什么时候喷出一定标嘛 什么叫喷出 喷出就是 小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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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突然间 砰砰砰上去叫喷出嘛 那营收EPS来就对了嘛 来我再给各位看一遍 你看敏城 它凭什么涨20倍 我说它实在是有的嘛 它是有的嘛 好 再来最新的嘛 这是5月8号 我们自己做了啊 呼吸器自己做了啊 做出来了啊 呼吸器啊 呼吸器又分两种啊 一种叫 机家招 一种是医疗型的啊 好 那我们做了目前市场上 全世界目前的缺口 必须买的叫缺口嘛 有2200万台 它必须要买 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多嘛 为什么你看 为什么欧洲国家 他们比我们先进啊 对不对 欧洲国家比我们先进 国民守得比我们高 为什么死人死那么多 为什么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那种爆发 急性的重症 很多呼吸器没有啊 没有呼吸器怎样 就爆发 所以未来 我说未来 不管任何一个国家 尤其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的呼吸器的量一定会 我们叫一定要超前部署嘛 这种东西一定会有 而且会大 会很多 而且目前能做的 没有多少家可以做啊 而且它毛利率是特别高啊 所以我同学跟我讲 我就在加班 哦 我早上也睡不着 礼拜六晚上就睡不着 礼拜天晚上睡不着 昨天晚上也睡不着啊 我两个晚上睡不着 哎呦 哦 我得金空 给你做呼吸器 好 那时候我就 很努力的去研究 好 那研究的结果呢 好 各位你把它记起来 第一个 它的营收 失业分的营收 是创了 你找到的资料 你看不到 不是历史性高 但是找到资料里面是创新高 它的历史性高 股价是100多块啊 100 140几块啊 现在还50块啊 营收创新高 营收创新高就是 营收比当时股价100块的时候的营收 差不多 而且股价50了 对 营收 第二个EPS 第一季公告了嘛 好 第一季的EPS 也比股价100块时候的EPS 叫季嘛 还高 而且失业分的营收 是比第一季的营收 就是失业分 如果失业分营收 5月6月都一样就好了 那它每天加班 你认为一样而已嘛 而且毛利又更高的 所以失业分5月份的营收加一加 我认为啦 大概 我预估啦 当然未来要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大概赚1块半 我就讲得很清楚了 不用讲太清楚了 好 那第三季第四季可能更多 所以我预估近年大概在5块以上 6、7块左右 现在股价50块 好 这第一个 营收 创 看得到了5、6年来的新高 EPS也创了 104年到现在了 你看现在109年5年的新高 EPS G啦 我们用G啦 再来 好 它股价 股价100块的时候 融资有9000多张 融资 算了我 九千多张 我说他们公司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为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激情嘛 股价就慢慢 温温吞吞吞吞吞吞 然后赚的钱就温温吞吞 也没什么 值得特别去留意的嘛 而且我到了60块的时候 到60块的时候 100块的时候 融资9000多张 90块的时候 融资7000张 到了60块的时候 融资剩下4000张 到现在50几块 融资不到1000张 哎呦 那个8000张 8000张融资跑去哪里了 嘿 我看是我同学收走了 我都不要跟他说 嘿 常识哦 那各位你想 像这种股票 你认为怎样 我明天要不要再会买 我要不要买 你说要不要买 当然买啊 我不买 我对不起我的慧眼啊 好 再解释一遍 黄液概念股敏成这样喷 喷20倍 恒大喷喷几倍 都是5到10倍啊 降脆机也是5到10倍啊 都这样喷出来啊 那从一般的防护嘛 对不对 到治疗型的 治疗就是我们叫做使用者自在终端嘛 呼吸器嘛 而且呼吸器的门槛比较高啊 呼吸器不是说我机器就可以做啊 呼吸器是你必须要 呼吸器的领主电器你必须要认证嘛 口罩没有戴哦 一个口罩没有戴好 或者口罩做得不怎么好 不会死人命嘛 不要人命嘛 可是呼吸器你那没准的哦 那气没办法 喷就会死人啊 所以那种东西是门槛很高的啊 除了毛利率就很高啊 好 那这些防疫的股票到目前为止 到已经到现在疫情比较好了嘛 比较没有 确诊比较少了嘛 高风期过了 可是对不起 呼吸器是必须要补的 它不像口罩 有些人 现在口罩家里大家都有很多 可能有的人就算了 我不用买没关系 反正还很多 可是呼吸器没有啊 大家都没有啊 连美国有很多还是缺呼吸器啊 所以呼吸器领主舰更缺啊 而且那种是爆发性的 因为大家极丹嘛 所以那个毛利率更高 所以我把它归种了 我说我 礼拜六听到我同学这样讲 我就一直很努力去营救他们公司 对不对 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讲嘛 为什么不能讲就有点 有点我们说会不会有内线嫌疑 反正我们只是加班 我们都很忙 我们没办法跟你吃饭啦 就这样讲 所以我就自己研究啊 然后我再讲一遍了 第一个 营收最少创五年新高 EPS第一届 也超五年新高 好 那事业会的营收 又比一月二月三月又成长很多 然后现在又加班 然后代表五月六月的营收 又会更出来了 你知道我一估 我一估应该这种 用他现在的person 其实应该更多啦 所以我就估第二季应该是一块半 第三季 第四季可能更多 那第一季我不能讲 你们讲你们去查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前年大概五到六块 以上甚至更多七八块 现在我估五十几 而且他是沟蒙独七啊 我后来 今天外资没买很多啦 外资买一点点而已 买好像几十张 所以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资家伙估认多好 你要不要来 大家要一起來 因为我估认还买 我常常在讲 你看我的股票 我讲一档股票 就是一段时间 开始进去买的那个点 然后开始我一直讲 可能就是三层五层上来 可是我认为这档股票不止 我再讲一遍 他营收比一百块十多 营收更好 他的EPS也比一百块十多更好 接近不是刚好一百 将近一百 比将近一百的EPS更好 他营收比将近一百的时候更好 那一百块的时候 他的融资是九千多张 现在五十块融资只有 一千张 只有一千张 那八千张跑去哪里 八千张融资跑去哪里了 去买收了 对不对 被人家收走了 因为这种股票他就是很温吞的 而且每年赚钱 每年就配三四块四五块的配息给你 你看哦 五十块的股票配你三四块 这单单殖利率有多高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 大部分买了他就不会卖了 为什么 比一个人顶纯好啊 万一他不小心就跟敏诚一样 涨二十倍 不会老是没有二十倍 不然一半 涨十倍 一半十倍很多 不要不要 我们涨五倍好不好 如果涨五倍呢 有没有机会 我说只有EPS进来 营收有了 营收看到了 暂点是EPS进来 你认为这种黄英概念股 本利比应该几倍 现在五十倍很多啊 我们做三十倍好不好 他如果赚 今年赚超过五块 三十倍本利比股价应该多少 我没有讲什么股票 要来 大家一起来 明天我们要进来买 以前我的会员 赶快回两家 赶快回来 我们明天要带所有的会员进去买 想要参加的打电话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